滚滚长江东市水,浪花淘尽英雄内 全军更新一杯酒,舞台征战,几人回 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 可是一穿越,就是几千年 我叫肖强外号小强 一年前开始帮助神仙刘老六 接待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历史名流 为了阻止回到过去的客户们改变历史 刘老六和前任神仙和天窦 让我开着改造了的面包车 回去就秦始皇 哎,本来我是懒得去的 但是荆轲刺秦的匕首还在我这儿呢 不去恐怕会造成历史被改动 所以和天窦他们都在劝我 所以啊,这一趟不管是从道义上还是责任上 啊,恐怕你是一定要去的 行,要去也可以 有了六六,你得把车给我改改 第一就是我这衣服 啊,拿这次来说 基本上国家博物馆也没几件衣服是我能穿的 你也知道,秦朝的法律是很苛刻的 啊,往门口倒垃圾就得砍手啊 还有,这油怎么算也是不够啊 家再满都回不来 我算过了 跑完秦朝以后 油箱里的油最多还给我翻到北位的 木兰姐不回去 我连一个熟人都没有啊 我 怪我怪我怪我啊 这不是我以前不是没经验吗 你看我把这些事情都给忽略了 我呀,一会儿啊 我就给你车加一个密封法术 这样的话,只要在车里的东西啊 就都不会受影响了 这么说,我就能像石空二道贩子那样 靠偷奸耍拔大出风头了 想想看,就算是秦始皇还没有想起我是谁的时候 我把一个一次性的打火机放在他面前 开口跟他要一个劲 一点难度都没有啊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 你最好不要带这个违背时代的东西 不然你,到时候出了事还是你自己的麻烦 还有啊,那车的冷却期太长 锁一个三天又一个三天 我一年出十次任务,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哎呀,这个嘛 既然你介意,我也可以想想办法 明天给你加个神风树来冷却发动机,行吗 嗯,行 嗯,那个,何真诺,把药给我吧 嗯,要么,处理点点小问题 怎么回事啊 还没做好 他见我的手已经摸在了烟灰缸上 于千军一发之际叫道 哎,不过,你可以拿幼祸草去 我捏着烟灰缸的手,没有丝毫放下的意思 直勾勾的盯着何天窦 何天窦尴尬的笑下 呵呵呵,其实救祸草也挺好的 呵呵呵呵 我慢慢的放下了手里的东西 何天窦这才轻松一些 哎,对嘛,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前任嘛 老子不干了 你什么时候把药给我做出来再找我 老子抓紧时间和包子亲热去 嘿嘿嘿嘿,你可不能撂挑子呀 荆轲现在很可能已经启程 你就算不为别人,啊,荆轲救过你的命 你总不能不管他吧 他可跟秦始皇不一样 不管他成不成功,都是一死了 他要是成功了 你可就一下失去了两个朋友了 德老廖 这就是你们神仙 啊,你们除了要挟人还会干什么呀 哎呦,这你还不明白吗 只要这一招用好了,你也能成仙 哎呦,我说,你这不是已经成仙了吗 猜,说,这什么神仙,容易吗 我们,啊,你在我面前还不是一口一个老子老子的当长 我,我见你呀,预测我们这个年纪的简破烂 你也没怎么不客气是不是 嗯,说到显得烂,我还真得给柳夏智打个电话问啊 毕竟他是唯一一个吃过诱惑草的人 电话打通以后,一个女人的声音礼貌地问 您好,请问哪位 您是谁啊 哦,我是王总的秘书,请问您找谁呀 你小叶,还整个秘书 告诉你们王总,我是小强 王总,他说他叫小强 这电话您 老王,接电话 我听见你说话了 小强啊 怎么不用你手机打呀 我呀,我生号一般都是我的秘书姐 哥,秘书 怎么样了最近,看样子挺滋问啊 哎呦,就是忙啊 忒忙啊 我这不是正整合生意呢吗 这雷老四留意的单子不好收拾啊 对了 上次你给我带那个人 怎么也不跟我说他就是秦货呢 哎呦,这人贼可不够意思啊 我后来才知道 他跟别人感情合伙因你啊 行了,你小子别得了便宜卖乖啊 不是 要不是那老汉奸你能有今天 现在说话方便吗 问你点事 我不做大哥很多年了 要是在黑道上的事 只能说我就是尽力而已啊 我可现在不敢再说保证了 什么呢,想什么呢 我问你 吃完我给你的那草以后 你有什么感觉 不是,你问在干什么 吃完了以后啊 就跟这个坐着坐着梦 梦然被人给喊醒了 这梦里你是一个人 醒过来以后啊 哎呀,这个你是另一个人 梦里这个事情啊 哎呀,记得是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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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的 哦,那就是说这个药效很快 嗯,基本上一咽下去就起作用 现在问你,关键的啊 你吃完了以后 大概多长时间就会出现反复 也就十来分钟吧 嗯 上次我吃完那个东西 到收拾完那仨小子 也差不多就这功功啊 那反复以后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就完全不认识我 这这么什么的 还拿做梦给你打理方吧 嗯 如果吃完以后 想被人给叫醒的话 那么反复的时候就像什么呢 嗯 就像是有梦梦的睡过去了 哦 你睡着了 身边还有什么人 他们是谁 你自然也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的我呢 就又变回了彻底的玩垃圾了 等梦梦他再醒了之后 才能想起 哎呦 他肯定我是 我是了下痴 哇 哇 来来回回的 这完全就是双重人格啊 那倒不是 渐渐的习惯以后 他们就统一了 比如说 这个梦做多了以后啊 你再梦见你是一条鱼 可能啊 潜意识里啊 就还知道自己叫什么 也知道家住哪儿 见到这个熟悉的人呢 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哎 这就离统一啊 不远了 再慢慢的啊 你就完全明白了 我现在啊 就不再强调自己以前是个强盗这么一个说法了 我个垃圾 那也是我自己吧 哎 二折 何一也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我呀 那你现在就应该叫柳下垃圾 哎 最后一问题 你这个本我呀 自我呀的啊 合成一个完整的你 这一共需要多长时间 哎 这么说吧 都完全没有认识上的障碍地话 要一个礼拜吧 何天栋 你听见了吗 一个礼拜呀 胖子就算一天杀我三次 我得二十一条命才能赔得起他 这就叫二十一 尽为他 没那么危险吧 我知道你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 那给你们一天时间准备 我明天出发 哎呦 这这有什么可准备的 不是啊 你要今儿能走最好了 这不是时间不等人吗 我这就给你个车 加加加加这个蜂蜜树去 我去了 我还没想好怎么接近他们呢 那也是早点出发好 早一天去 就早一天就主动 有货草物你可以自己去吧 那样子你不是认识吗 无奈之下 我只好来到了和天豆的草坪上 撩开了表面的草皮 下面都是一片一片的厚实叶子 我小心地拔了脸刻下 又想想 反正有这么多 就又多拔了一刻 和天豆心疼地说 哎呦 你弄那么多干什么呀 这个草三天不吃就没药性了 哎 无意中又知道一个不幸的消息 原来我只有三天时间 好嘞 好嘞 秘封树也给你加好了 哎 你带我的神封树呢 哎呦 哎呦 不好意思这个 你不说我就忘了这个 哎 我老可 去把那个我研制的神封树拿出来 嗯 什么东西啊 哎呦 神封树嘛 这俩天平谈骗子 也不知道怎么就交流了一下 和天豆忙跑进屋去 回一会儿拿出了一个小电风扇出来 刘导六拿了过来 麻利的接到我车上 把车门从外边一拍 咯咯 哎 早人 咋办 这就是你说的神封树啊 哎 哎 还有电瓶上的 你开车以后啊 把这个机器盖打开 让它吹着点发动机 行 绝对没问题 为了验证老片子 有没有给我加蜜蜂树 我带了不少面包和饮料 又拿了几颗苹果 这才钻进车里 把小风扇打开 探出头去问刘老六 哎 那要是东西没事的话 是不是人也能带过去啊 这个 恶意论像是可以的 哎 不过呀 我劝你可别冒这个险啊 这个蜜蜂的罐头 还有坏的时候 哎 说蜜蜂了以后 这氧气可就有限了 啊 我才不知道 你这一车氧气 够多人坚持多长时间的啊 而且 我看你啊 还是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吧 虽然人界轴倒了以后 朝代和朝代 都像并行的住户一样 可是 他们好像 还是不大适合 相互串门啊 你现在的职责 就是确保这些住户的家里 他们之间要相安无事 你把张三 领到李四的家里 如果引起的纠纷 算谁的 哦 可是这人界轴 就好比一个小区的话 天道就是公安局长 你们俩就是派出所所长 而我呢 就是那片井 小区里的居民平平安安 过了2009年以后 大家是论功行长 要是期间出了问题 连你们的所长 带我这小片井 那都是一撸到底啊 可是现在2009年 不是已经过了吗 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 王朵安来说 要等天道恢复平静 实在不行 只能等你寿终正亲以后了 那个时候 你作为新的天官上任 天道自动就会平静下来的 那我的寿命是多少岁啊 我得算算我死那年 我儿子多大 这就不一定了 要是因为你弟工作失误 引发了大天解 哎呦 你连带我们 可能明天都一起被抹杀了 现在天道混沌 以前全知全能的我们 已经无法预知很多事情了 不是啊 现在的一切都充满了变数呢 哦 那这么说 我要是想不开着破车跑长途 还得等局长老爷子怒火平息了 或者直接挂了的那天 你看你走吧你 不是啊 你先别想着怎么讨好上去 咱们要本着对小区住户负责的态度 我们不但要处理好矛盾 还要安置好他们以后的生活 我发动了车 离秦国是越来越近了 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接近秦始皇和秦柯 当车停下了以后 我眼前是一座雄伟的深黑色大殿 前面正有两排全副武装的勤兵举着长歌走过 巡逻兵里一个小年轻无意中往我这边看了一眼 情况才有所改变 不要 走在头里的卫队长正要呵斥他 猛的也看见我了 大吃一惊 拔出铁剑怒喝道 和我保护大王 杀大奸像捅了马蜂窝一样 从四面八方杀出来数亿千计的金钉 这时人群中转出了一个头盔上有亏鹰 穿披风的家伙 看了我的车一眼 大喊大叫道 快快 关上城门 别让怪物跑了 从这架势上看 如果没猜错的话 我直接把车停在了胖子他们家的院里了 何方怪物 速速离去 我在车里使劲摆手 可那将领并没有看见我 几个卫队长一请示 那将领忽然把手里的剑往下一劈 数千只弩剑迎面朝我射了过来 劈了啪啦劈了啪啦 一阵密响啊 眼前顿时就看不见人了 我打开雨刷 我继续的使劲摆手 将军 你看 怪兽朝我们眨眼睛呢 这是赤裸裸的轻视我们的 我建议 由我们假丑小队担任冲锋 向怪兽发起肉搏战 你对大王的这份忠诚我会替你铭记的 去吧 然后小头目就领着他的第一丑小队的十几个人 拿着长矛和铁剑就朝我冲过来 我把小风扇打开 使得打了一次火 汽车顿时哼哼哼哼哼起来 这可把第一丑小队的人大大的吓了一跳 有人 怪兽的肚子里还有一个人 我是人 是妖怪 将军 怪兽的皮很结实 而且肚子里边还有一个妖怪 我们该怎么办啊 保护大王的安全邀请 谁有办法 赶索怪物 我一定禀报大王 重重有赏 有火烧将军 用水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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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这怪物刀枪不弱 肯定怕水啊 请假议老人说 对付怪物 得用狗血怕 不对 用大粪焦 我就不信他不怕 对 你硬胖的手 这竟什么人呢这是 我夹紧刀子 想离开这 别的我倒是不怕 你说 他那要真给我车上 泼上大粪 那黄焦焦 臭烘烘的 谁受得了啊 这时又有人说话了 我看这怪物 法力着实厉害 我们先别惹急了他 我见他似乎 也没有久留之意 不如 我们把城门打开 任他去吧 可算是遇上一明白人 将军想了一会儿 嗯 接我做什么 害人把城门打开 我们放走他 并非怕他 乃是因为 他是享受 也为你呢 就是就是 就是 我一边打火 一边往外看 外面的人 也都远远地站着看我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我只好放弃 又朝外边的人 摇起手来 那甲丑队长 跟江牛说 哎 那群妖怪好像有话要对我们说 喂 我不是妖怪 啊 会说人话 那你是什么 我 我是人 我要见营 我要见你们大王 将军 他说要见大王 嗯 可以 我一阵大喜 刚想从车里边出来 就听那将军断然的恶狠狠的声音 哼 除非 他踩着我们的尸体进去 好嘛 幸亏你早把实话说出来了 要不老子还真被你给框出去了 我贝迪无奈集中生之道 我是给你们大王送长生不老药的 我贝迪无奈集中生之道 我贝迪无奈集中生之道 小 上次 我贝迪无奈集中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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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连天 远方飞燕带来的血浪天 爱见少年 抬去之间 幸福的容颜 爱见 万笔 残忍 笑云山战的窗前 万变黑 在几天之前 傻傻的誓言 拥有仇恨的指言 朝礼明就见 记得这百年 皇帝能变成亮天 感谢收听本集史上第一混乱 明天同一时间 小强的混乱生活依然快乐继续 本集原著 张小花 改编 程寒 编辑 海燕 监制 好位群 刘孝 演播 张杰 爱宝良 小曾 本集改编自起点中文网作品 史上第一混乱 原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